文化硬幣 謝謝 好 這個問題我沒辦法回答 還有嗎 後面還有兩位只 我是今年畢業 老師從台灣文化硬幣 然後因為沒有上過任何德學相關 可是讀文學作品很多 我都一直知道他是哲學家 所以來瞭解 去看看 大家好 我是平常外文畢業 是我對哲學沒有什麼概念 然後剛剛也是朋友邀請我 好 那就來看看這樣 好 謝謝 謝謝 還有嗎 大家好 叫林玉琳 在前一陣子 遇到那個哲學期待高的朱家安 他說其實哲學星期五好像都不是在談論 真正的哲學問題 而是在討論所謂的社會上各種的議題 那今天很高興 哲學星期五開始在談一些有關 下關的 黃瓜哥 這個這個 每個地區的主辦人都有一點關係 因為我唸社會學 抱歉 好 來 要誤喔 好 那我想大家就是 今天自我介紹過一輪 我不要用太多的時間 那接下來我們就交給 誰會先來打我 我來交給凱元先 來跟大家來做今天的活動的一些說明 我要用那個投影機 好 非常感謝大家來參加這一場 我們這一場活動基本上就是 我們在進行募制和 哲學家移動城堡這個專案的一個體驗課程 那希望說讓 因為群眾募制是向群眾來要錢 我們希望說可以讓那個出資的人 可以體驗看看我們的客人在上些什麼東西 然後覺得看看說是不是真的有價值 然後值得去讓我們去高中推這些課程 那我本來準備了蠻多東西 想說那個要殺一點時間 隨便沒想到那個自我介紹就已經很久了 所以我會講得非常的快 然後趕快進入我們今天的桌上遊戲 那我們這個桌上遊戲 我先講一下 就是大概最多只是40個人玩 所以待會兒 萬一有人沒有拿到道具的話 可能要跟別人一起玩 就是不能夠自己當玩家 好 那 這個有開嗎 有 好 我們是哲學系媒體 有聽過我們的請舉手 哦 差不多 哇一半 好 非常感動 那個哲學系的沒有聽過我們 好 沒關係 我知道那個 念哲學人都是通通躲在自己房間裡面 然後認證K書 比較少接觸到網路 沒有被網路污染 那我們是 既然是新媒體 我們是在透過網路 這個新媒體來推廣哲學的一個組織 好 我先問一下 大家平常聽到哲學是想到什麼 剛剛有一位小姐說 聽到哲學就是把很簡單的東西講得很複雜 大家覺得是這樣嗎 對 其實就是 我必須要承認 不少哲學系老師上課就是那個樣子 當然我們立志要把它講得比較簡單一點 講得讓大家都可以聽得懂 那我們在去年一整年已經辦過不少場 去高中或者是向高中老師推廣哲學的桌遊或演講 那我們每次做這個調查的時候 通常都蠻負面的 就是說很難懂很見色啊 然後不知所云啊 然後 然後說我們就知道 我們就可能真的要用一些特別的方式 就是活過的方式去教 或是去傳導 那大家才會對哲學改觀 好 那我們這個 我很快介紹一下我們這個組織 我們就是以 透過 推廣哲學教育為集任的組織 然後透過網路新媒體去報導跟哲學有關的事物啊 希望大家可以認識到哲學的魅力 那一旦你知道那個魅力所在 你就會自己去接近它 你不需要別人的灌輸 你就會走過去 就像大家認識到哲悟的魅力 就會自己來了 不需要人家教對不對 那我們在 我們做了一個網站 那網站上基本上就是 我們所有 用來推哲學的內容 或者是活動都會在上面有記錄 比方說我們有 哲學報導啊 我們會找那個記者 像這邊做的那個孫友榮 這是我們的駐法記者 派他去採訪法國高中生 問他們說 你們對你們的高中教育 高中哲學教育有什麼看法 那他在這個月的時候 對 六月開始 會考完 第二天 不當天 就去讀那個高中生 問他們說 寫得怎麼樣啊 你們的題目太難啊 你覺得高中教育好不好啊 然後他們的 旁邊就是那個老師 所以 這老師旁邊都不敢說不好 這樣子 那還有去採訪那個 其他的像 高中的 哲學老師 他們怎麼去評分 然後去採訪他的同學 因為他在念博士班 同學說 那怎麼寫論書文 然後做了三個相關的報導 這樣 各位如果對法國高中教育有興趣 可以去我網站上點閱看看 那我們除了報導之外 還有專欄文章 那就是寫一些書評啊 影評啊 或者是時事評論之類的 那還有一些範哲學 就是介紹哲學觀念 然後用比較口語的方法 讓大家了解 那最近 有上一部新片嘛 就是什麼愛情未來 這樣子 那其實是講一部 法國高中老師 他是教哲學的 然後他生命中碰到一些事情 像什麼婚變啊 然後什麼 媽媽過世啦 或是說媽媽 還沒過世之前 一直煩他 一直纏著他 然後因為老人失敗症的問題 這樣 然後哲學在他的生命中 能夠扮演什麼角色 幫助他 度過這些 生命中的低谷跟難關這樣 然後這邊那個 謝林就發寫了一片影評 你知道 大家可以上去 對這部片有興趣 或是說你好奇說 理智跟知識 是否能給你人生的幸福 這個問題你感到好奇的話 你可以看一下這個電影跟影評 他這是法國片 所以拍出來不會像美國片那樣 把哲學家都拍得很 很了不起 或是很英雄似的那種 那種肖像 好 那我們比較特別是有節目頻道 就是我們針對不同的群眾 我們會製作影片廣播漫畫或小說 然後去吸引他們 他們來了解哲學 那你可能 年紀小 你就可能看漫畫或小說 那年紀大一點可以讀 長一點的東西 可以聽聽廣播 或是看我們 我們有製作 剛剛有一個人社營的同學 對不對 人社營有請我們製作 哲學推廣影片 數位內容 我們已經推過第一集 然後我們現在正在製造第二集 希望以後可以透過Youtube這種媒體 把哲學教學影片給更多人知道 好 那我們平常還會辦活動跟課程 已經辦了很多了 大部分都集中在台北 或者是像我們剛剛講 就是會去各地的高中教哲學 算是接案子 那這次是像去苗栗高雄辦過的哲學營 或者是說去這個是 台北的一個高中 然後就是上公民課 也是透過玩桌遊的方式來代討論 然後平常我們在台北每個禮拜天 不是 每個月的最後一個禮拜天 會辦好哲凳沙龍 類似跟哲武拼的這種沙龍 那這來的人都不多 目前還不多 那我們上一季 前三個月已經辦了三場 然後這個月是有講那個留法的講座 就是你要去法國留學的話 什麼經驗談之類的 然後也是來蠻多人的 那我們比較特殊還有文創商品 跟我們募資有關 那個等最後再講 最後我一定要工商服務打廣告 好 那很快的講完 我們講一下今天的講師 今天的講師 第一個是尤龍 他是首幫巴黎第一大學的哲學博師神 也是我們那個很苦命的台柱 這支新媒體有要辦活動講座 就是把他抓出來 然後讓他出來講 那待會我們會廣告一下 我們下個月的講座 那第二位是謝宜 在這邊 他是中文大學哲學博師 他的專長是科學哲學 如果有理主的老師想要去辦活動可以來找他 那我呢 我是凱原 我也是中文大學博師 然後 我的專長是心靈哲學跟語言哲學 就是那種比較枯燥法外的那種 對心靈成長一點幫助都沒有那種 好可惜 好 那待會是由我來帶遊戲 然後由尤龍來講那個 我是過在的東西 那 待會的schedule是什麼呢 就是桌遊體驗課 大概我們要在 因為時間很短 我們要在40分鐘之內玩三輪 所以待會會蠻緊湊的 所以請大家務必配合我們的那個步調 那再來就是 玩完之後 那個桌遊的課程內容 會跟有人要講的這個什麼 觀念示範 哲學觀念教學示範有關係 所以 在最後一輪的時候 請大家不要把自己 畫出來或是寫出來的東西擦掉 然後最後我們 如果有時間的話 我們會做一些提問跟討論 那你們要對哲學媒體 或對哲學教育 或對 講師個人 有問題 都可以問 好 好 我們要進入遊戲 終於 那個 我們這個遊戲叫做 Concept and Construction 先問一下大家 你們知道什麼是Concept嗎 是什麼 請大聲一點 概念 對 概念是什麼 我們平常講說 你有聽過那個量子力學嗎 你說我沒有概念 這什麼意思 沒有很清楚 對 就不知道的意思 對 所以概念是什麼 應該是一種專有 有理論的一點吧 是嗎 可是我們常常講說什麼 這是一個路過的概念 這是一個隨空隨到的概念 我們還蠻常用這個字的啊 所以它沒有那麼的專有名詞 對吧 那概念 你用別的方式來講 它是什麼東西 任何的東西 一套想法 一套想法 好 那你講比較像是idea 就是理念 就是一個很龐大的思想體系之類的 或者像正義可能是一個理念 那這項概念的話 就是 它其實是指思想的單元 就是你講一句話 像我現在講一句話有沒有 是一個完整的思想 然後裡面那個話 或是一句 或是我 就是不同的概念 然後組成這個完整的思想 所以概念就是指思想的一個最小單元 好 那consumption是什麼 你知道什麼是概念嗎 那consumption是什麼 你會覺得是嗎 你有沒有聽過inception inception inception 就是那個 聽你的名字 對對對 全面啟動嘛 這部片 inception conception字 就是這個名詞 後面加tio 那種 那個英文老師可以 解釋一下 就是 conception通常是什麼意思 對 一個想法 對 一個想法 對 好 很接近沒有錯 然後consumption通常都翻成概念觀 或是說 概念化 對 一個 一個什麼動作 就是 這些韓旅行講動作 好 然後這裡是概念化 它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你怎麼樣去掌握一個概念 你用透過什麼樣的 呃 模式 或者是 表證的模式 去捕捉一個概念的 的意涵 這樣 因為我們 待會兒玩遊戲大家就會知道 我們通常在了解 完全能夠闡述一個概念的時候呢 我們就在使用這個概念 我們是透過consumption 就是概念化的方式 在使用這些東西 但是 你的 概念化的方式 可能是片面的 不完全的 所以你在 試著去闡述那個概念 在講什麼的時候 你會發現就是 講不完全 然後 但是 但是別人又聽得懂 這是最奇怪的地方 那我們這個 遊戲的設計 就是希望大家可以 透過這個遊戲去 發現自己 對概念掌握能力的 呃 不足 不是不足 是說 的那個 就是能力的界限在哪裡 然後為什麼溝通是可能的 為什麼你跟我想法不一樣 我們卻可以溝通 好 這個有點選啊 算了 我待會 那個完完再說 那我們待會 要使用什麼道具呢 就是待會 每個人會拿到一個 呃 這種活頁本 像這樣子 有十頁 然後上面有頁碼 請大家注意一下 那個頁碼 就是從第一頁開始玩 好 然後呢 顏色可能會不一樣 不過沒關係 那 然後每個人會有一支 白板筆 你可以 這個 因為我們要玩三輪 所以會重複的擦調 跟 畫畫 還有數張題目卡 每個人會拿到一張 像這樣子 上面有六個題目的卡片 那 有六個題目是怎麼弄呢 就是 我們會隨機選擇一個數字 然後每個人就 把你 怎麼講呢 就是你 我們 比方我們今天選四號題目好了 那你拿到那個題目卡 你就要看看你那個四號題目是什麼 然後呢 翻到第一頁 在第一頁上面呢 先寫上自己的名字 跟那個題目 寫好之後呢 就 翻到第二頁 用畫畫的方式 去畫出你的題目是什麼 這樣了解嗎 只能用畫畫的方式 不能寫字 也不能使用其他的符號 但是可以使用箭筒 這樣大家懂嗎 會不會太難了解 然後重點是這樣 是十個人一組 因為我們畫完之後啊 你畫完第二頁畫完之後 你就要傳給你右手邊的人 然後右手邊的人拿到這個畫之後 他去在第三頁寫下說 剛剛那個人在畫什麼 所以不能翻到第一去偷看答案 他要在第三頁去猜第二頁在畫什麼 這樣 然後呢 在第三頁猜完之後呢 再傳給右手邊的人 然後那第四個人他就要去想 根據第三頁寫了什麼東西 然後在第四頁畫畫 這樣一直傳下去這樣 這個規則 好不好懂 沒有很好懂的話我們看一下範例 假設怎麼樣 哎呦 假設你沒有拿到板子 就表示人數已經 對可能要跟旁邊的人一起共用 一起玩 啊是喔 欸怎麼樣 沒有比 沒有比 請找他 對 看看 對 呃 或許 如果你們是朋友的話 可以一起 一起玩 齁 然後把板子 給 給那個沒有板子的人玩 這樣 因為我們通常一個高中 最多的人數就是40人 所以我們只設計了40分 沒想到今天爆炸了那麼多 這樣 齁 好 那就是 呃 現影 你先跟他們確定他們的組別 比方說前面這一圈 是一組 現在已經知道一組分了 是喔 對 最好是十個人一組 因為這個遊戲 那個板子只有九面 所以只能十個人玩 最多十個人玩 比較理想 對 你要怎麼分 分不出來 分不出來 對啊 這邊這兩排一組 然後 那這邊這兩排 一組嗎 對 這邊這一排 加這兩個 十個人 一組 然後這兩個人再加後面兩排 喔是喔 喔是喔 好 因為今天場地 因為通常桌有一定要有桌子 那我們沒有桌子 所以就很難分組這樣 好 那 不然怎麼辦 還有沒有人 沒有人 沒有人 對 因為大家要知道自己的組別 才知道說你的右手邊是誰 你才能夠傳下去 嗯 怎麼 沒關係 沒關係 對 但是你要知道組別啊 對 兩排一組嗎 前面的不用切了 這兩組 對 OK 好 好 感謝 嗯 嗯 嗯 好 對 對 對 嗯 好 那先把組別搞清楚 不然等一下會很亂 就是會 不知道搶到哪裡去 最後拿不回來 那個 有拿到板子的可以先寫名字 先把你的名字寫上去 對 因為我們這個要計分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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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好 吃 吃 吃 第三者分出來了嗎 我們現在開始分完組了嗎?大家 分完組的話 我們現在開始請我們的夥伴發題目卡 那你拿到題目卡記得不要給別人看 就是要把它保護好、藏好 然後你死活都不要讓別人知道 那個題目是什麼 包括你寫的時候 寫在第一頁的時候也不要讓別人知道 題目是什麼 規則嗎? 就是 沒關係我等一下會 大家先拿到題目可以先摒氣凌晨看一下說上面會是什麼 然後你大概要怎麼畫 第一輪比較難啊 大概還不熟悉 所以可以先看一下 後面就會越來越快 然後越來越難 憲怡 憲怡 你能不能好了嗎? 還沒分好是不是 分好了 但是 分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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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可以了齁 好 還有人沒有拿到題目嗎? 都有了齁 我 我很快的 欸 大家 聽我這邊講一下 你們不知道怎麼玩也沒有用 我舉個範例 我會示範 就是你拿到本子之後寫名字嘛 寫完名字之後呢 你的題目假設是第一個 假設我們選了第一 然後上面是籃球架 那你就在第一頁 名字的旁邊寫上籃球架 這是你的題目 最後的筆頂 好 然後你寫完之後 趕快翻到第二頁 去把籃球架畫出來 就是你可能畫籃球 那 雲華畫了一個籃球 又有架子 但是你可以用箭頭指說那個架子 而不是籃球 那大家都不會誤會 下一個人才猜得出來說 你在畫什麼 那除了箭頭之外 不能用其他的符號 包括英文或什麼 數字之類的 數字最好不要用 好 那 記住 就是畫完之後 我會統一請大家往右手邊傳 然後你就傳給下一個人 那下一個玩家 他就是 根據你畫什麼 在第三頁的時候 猜說你在畫什麼 記得不能往前看謎底喔 然後就是一直這樣下去 當第三個人猜完之後 牛排刀嘛 他就會 比如說他寫的答案是恐龍 那傳給下一個人 下一個人去把恐龍畫出來 知道嗎 那你可能 你畫成這樣 可能會被誤認成說 你在畫冰為動物之類的 但是 那就是會有這種 扭曲的問題在 不過這沒關係 大家就是 你 一個原則就是這樣 你看到題目 你就翻到下一頁 畫 你看到畫呢 你就翻到下一頁 然後猜錯他在畫什麼 懂齁 當然懂齁 這不會很難 然後一直到最後 會拿到自己的本子 那 基本上這個玩法就是這樣 很簡單 但是很刺激 因為大家現在看到題目 對不對 都覺得很難吧 對不對 沒關係 我先講完 就是 怎麼計分呢 計分就是 就是在整個畫完傳完之後 到第九個人吧 他就要去往前算說 你有猜到過 有這個過程中猜中過幾次 猜中一次的話呢 就給一分 那一次都沒猜到就是零分 這樣了解嗎 所以每一輪至少會得大概四分或五分 最高分 就是你從頭到尾都沒有錯過 你就是畫得很好 你會得高分 你就是畫得很好 那零分的話呢 零分就是 零分的話我們就會 有個懲罰 就是 你不要 帶我們這個膠頭 這樣子 然後去拍照 然後我們會放在我們的臉書上 那因為看不到臉 所以也沒差 他們會比對那個衣服 之類的 好 不過今天人太多 可能是每一組派一個代表出來 那個 接受拍照 好這樣有沒有問題 沒有齁 應該還簡單對吧 反正我會一直帶大家玩 那 大家有沒有看到這個 沙漏 它兩分鐘的沙漏 我們每畫一次都只能畫兩分鐘 所以要把握時間 趕快寫好就畫 這樣 好 那因為有六個題目 我們現在請友榮好了 你選個數字 好 友榮選三號 好 每個人現在看一下 手上三號題目是什麼 然後趕快寫在第一頁 趕快寫在第一頁 趕快寫在第一頁 寫完之後呢 記得趕快翻到第二頁 有兩面 就是有 你看那個標籤 每一頁上面都會有標籤 綠色有A面 標籤上面有數字 是綠色卡片上面是A面還是B面還是 先統一用A面 用A面 如果你有兩面的人 你用A面 有一些是只有一面 有兩面 好 那我們現在就開始畫囉 就是 常常在考量 兩段都在第二 第二面 第一面寫題目 然後第二面就開始畫 好 那你在畫的時候 記得 你要想一下 下一個人看到之後 他會覺得那個是什麼東西 所以你不能畫太歪 或者是畫得太隨便 不然你就很難得分 那沙肉醬弄到現在 應該只剩下一分鐘 然後不用畫得太細節 沒關係 就是不用畫英語 加3D 都不用 就是很簡潔的表達出 不能寫數字 不能寫數字 對不能寫數字 只能用箭頭 當作符號 你知道這個第一次玩就會很緊張 到第二輪就好 因為實在太難了 已經放棄了 好 有些人已經畫完了 好 這個沙肉肉完了 兩分鐘到了 請大家呢 好 把 現在停筆 然後把你的畫板 就是你那一面草上 傳給右手邊的 玩家 右手邊 右手邊 對 你叫他傳一輪 卡 卡 卡就是一些有者 往右手邊傳 傳一圈這樣 往右手邊傳 你們在右手邊 那一圈 是可以變成這樣 對 對 那這一個就是這樣子 應該是要 對 他們剛剛是 他們剛剛是 他們剛剛是這樣子 他是 他們剛剛是這樣子 他們剛剛是這樣子 他從他旁邊 OK 好 大家 等一下 等一下 大家終於拿到畫板了嗎 第二 沒有拿到 好 那就請搬到 第三頁 他們第三頁 猜什麼 猜第二頁在畫什麼 猜第二頁在畫什麼 猜第三頁 猜第三頁 猜第二頁在畫什麼 猜第二頁在畫什麼 猜 猜會比較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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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邊還會喘 這個 猜他在畫什麼 猜要看 猜他在畫什麼 猜他在畫什麼 猜人 猜他在畫什麼 看第二頁畫什麼 猜第三頁 猜下你的答案 你也不要管對難錯 你就寫在這裡 這個還有人沒有猜完的嗎 有辦法給我猜 好 好 評價 第一輪都會評測到 到第二輪就好 對 我有計時因為時間到 你在猜 第三輪 你是要起來的 你是要起來的 好了嗎 謝儀 你那邊弄完牌 你翻錯邊 現在請大家把第三頁朝上 然後傳給右手邊的玩家 右手邊 第三頁朝上 你寫的內容朝上 傳給右手邊的玩家 好 好了嗎 謝儀 後面的謝儀你們傳完了嗎 還沒有 然後那個 資訊都滿 不能看前面看喔 好 大家先 等一下後面 謝儀 等一下 我不能再等下去了 好嗎 請 請大家呢 現在就翻到第四頁 然後呢去畫出 第三頁的題目 他在 第三頁的文字 去畫出來 第四頁 然後我們一樣是 計時兩分鐘 翻到第四頁 開始畫 第三頁的概念 這是怎麼畫 這是怎麼畫的 第三頁對 對 對 好 欸 他是不是寫到第四頁 是後面就比較不清楚 很難 他三頁 他也騙他 第三頁前前 然後看到第四頁 畫天 那 你本來第一次傳給誰 那沒有 我看 你比較很像 謝儀 謝儀 你們 你們 你可以 因為只剩下三十秒 是不是 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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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來囉 謝儀 謝儀 不要傳到自己就好了 好不好 隨便找一個人傳 好 你真的 你真的 突然都弄不來 這次快沒水 可以給你換 好 好 各位 兩分鐘已經到了 那個 謝儀 你們在那邊處理好了嗎 還沒有啊 等一下 大家等一下 不好意思 謝儀 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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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跟不上 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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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人 不管了 不等人了 因為時間有限 那請大家再往右手邊團 好 好 那右手邊的時候呢 你會看看第四頁上面有什麼東西 就是 想一想 然後翻到第五頁 把第四頁再畫手 去寫下來 喔 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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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可以 可以嗎 因為你拆比較快 香菇喔 怎麼會不太多 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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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 大家拆完了嗎 拆完了嗎 енная 拆完了嗎 Bent 你們還在畫嗎 不會吧 會後來演奏透 вот對了 OK 好了 建議你們好了嗎 不行啦 完全就亂掉了 好不管 其他三隻 你們就繼續往前衝吧 後面看來一時半刻就沒關係 我們就繼續往右手邊跳 我們就繼續往右手邊跳 然後呢 請大家搬到第六頁 去畫第五頁的題目 然後應該是 計時兩分鐘開始 好其實那個兩分鐘很快就過去 所以請大家真的要專心努力的 好 通常第一輪是最簡單的 所以是讓大家熱身而已 好那 第二輪開始就會比較困難 困難到什麼程度呢 就是大家要提議做一下 這個程度 那我們還有第三個 最簡單的 我們現在還 大概剩下一分鐘 好 這個時間到了 好時間到了 好時間到了 然後一樣 然後一樣是往右手邊傳 往右手邊傳 傳給我們下一位玩家 那現在應該是要看到 第七頁 然後寫下 第六頁剛剛 那個都畫得很重心 請那個 請到後面 不要那麼嗨 好 好 在第七頁寫下 第六頁在畫什麼 廖子叫 那個拆通常會比較快 就是其他的還有有效路 好還有人沒有拆滿了嗎 還有人沒有寫的嗎 還沒有寫 還寫喔 在第七頁寫 對 好了嗎 好寫完的話你就往右手邊 好 我們就翻到第八頁 好 畫最後一次了 畫下第七頁的這個題目 這樣 好 欸 那是國外的計時 好 我們要趕快把它畫好 因為有些組別有十人 有些組別是八、七、八人 所以可能會 待會會會有些繼續這樣的問題 這個很討厭大家空間表達的很厲害 因為畫畫就是跟我們平常做概念性的推理是不一樣自己的 那美術班的同學 在這方面就比較佔優勢 好 好 還有大概一分鐘的時間 好 好 大家坐在這邊 突然冷靜下來 好 沒關係 好 後面應該沒有問題了吧 好 好 時間到了 那請大家把它傳給右手邊的人 然後我們要猜最後一次 在第九頁的時候 猜最後一次 第九頁 第九頁 寫下題目 先寫下 先寫下你的答案 第九頁 如果你不知道哪一頁是看上面的數字 好 好 好了嗎 大家寫完了嗎 沒有 寫完了沒 好 如果你現在是 你現在是第九頁 那你現在可以往第一頁看 看到第一頁 然後看他的答案是什麼 然後你要幫這位玩家計分 如果中間的字跟爹葉是相同的 就幫他加一分 如果都不一樣 那就是零分 不給我 好 你一定要跟甜蜜不如一樣 那你買到這個 對 你一定要 他一定要跟甜蜜不如一樣 才可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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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 這個 我知道很好笑 但是 我們要先 統計分數 如果中間出現的文字跟題目 定文一樣的話 就給他一分 黑蕾家 最終應該是五分 然後最低是兩分 然後請大家把分數寫在第一頁 把分數寫在第一頁 把分數寫在第一頁 就是你中間有出現複的 比如說第二頁 第三頁 第五頁 第七頁 你出現文字的 跟第一頁的題目 一模一樣的話 就可以給你 一模一樣才可以 一模一樣才可以嗎 一模一樣才可以嗎 一模一樣 一模一樣 如果第一頁是衣服 但是出現的答案是T恤 我不行 因為它是不一樣的概念 如果是出現三角形 但是它寫三角桌 也是不行的 因為這概念不一樣 一定要一模一樣才可以的 我寫實際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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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寫實際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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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概念 就是這麼寫 它是我們想像 你最精心的 你這樣看不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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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就想說過 我就行 你這樣看不出來 就是 然後你看 你看 你在後面就回來了 你知道笑嘴巴也都 那個當真經過講一下 你知道 我講過 你這樣講過 你平安跟它之後 就把它還給援文的作折 還給文的作折 讓它知道它的得起 好嗎 好 好 各位 我們還要玩第二輪 所以請安靜下來跟我講一下 現在 現在大家 把你的畫面上面 除了名字跟分數的東西 全部都插掉 然後解釋說把第一輪的題目卡 幫我收回來 對 那個綠色的題目卡請交檔給師傅 然後 請把第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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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頁名字跟分數保留 其他的東西全部插掉 東京是誰的 全部插掉 第二輪 東京都來了 東京都來了 完全失控 好 皮膚打完皮膚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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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皮膚打 這把什麼插掉 先把 留分數分姓名其他人都卡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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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留分數分姓名 還有一隻 還有一隻啊 還有一隻啊 好的 大家 趕快插開 第二輪 要不然我們有時間 第三輪 請大家在插的時候 要不然我們 可以自己來查 不要太激怒他 題目都收回來了嗎 題目都收回來了嗎 對 那有人答案是考試 這個 這個 建議 這個遊戲它的特色就是 它會越玩越抽象 第一輪的題目是很具體的概念 第二輪 衣服啊鞋子 那那個沒什麼 我們接下來的題目呢 會稍微抽象一點點 好 那我會請 大家會拿到藍色的 題目卡 藍色 請大家來先看一看 上面的遊戲 好 好 大家先 有沒有人還沒拿到藍色卡片 請跟志工 反應一下 好大 那大家拿到卡片先看一看 先 如果想三十秒 等下他怎麼 你可不可以 一個檔案稍微 一點點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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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吧 現在 我後面 大家有拿到卡 這個AB面超可以的 沒有 如果有拿到兩面的 就用A面 如果你的題目卡是兩面的 請用A面 用A面 對 用A那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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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了嗎 A人沒有拿到嗎 有 你們都知道 那個順序齁 就是 那個要怎麼長的順序齁 好 先行好了嗎 OK 好 那大家 我們來選個數字好 來 這個 錄影一下 好 有1到6個數字 好 大家去看6號題目 6號 6號題目 大家趕快 寫在第一頁上面 沒有題目 沒有題目喔 誰好就立刻翻到第二面開始的話 然後我們現在也是一樣幾時 兩分鐘 A面 就 我們 已經遊戲已經開始了 請加油 好 可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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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會很好笑喔 好 在這個 那個 空白兩分鐘 作為主持人 應該要講點話 但其實我不知道要講什麼 因為我很同情 在下面有玩樂的大家 因為 第一個開始就會出現難度 然後呢 就會 歪有比較嚴重 好 那大家不要認為說 一定 猜不出來 我們有發生過那種很離奇的 前面全部都錯 但是 最後答案被打對 就是 就是不知道為什麼會發生這種事 好 我們大概還有20秒吧 20秒 欸 20秒視頻又過去了 那 畫完了嗎 還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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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 前兩分鐘 我們再停一下下 好了嗎 底下家就那麼快 好 不管第二面要畫完 不管了 先停住 然後我們現在一樣 傳給 右手邊的 就是第二面朝上 傳給右手邊的 玩家 對 好 OK 第二面朝上的回家 然後你拿到畫板 記得 就是翻到第三頁 剛剛第三頁去猜 第二頁在畫上 對不起 好 請加油 要猜的時間 要猜的時間 猜的時間比較短喔 其實趕快寫完 你的訣竅就是 立刻寫下 閃過你腦海那個想法 就對了 不要想太多 想太多的話會寫錯 好 好 好了嗎 寫完了嗎 大家 喜歡了嗎 大家 好 建議你們那邊 多寫完嗎 還沒有 快點 為什麼總是 會delay 好 那寫完的話 大家就起往右手邊船 右手邊 往右手邊船 往右手邊船 然後呢 搬到 大家再搬到第四頁 第四頁 搬到第四頁 去畫 第三頁的情況 好 大家在的第一 request 第三頁 大家在第四頁 開始計時兩分鐘 翻到第四頁 有畫 第三頁有嘴 開始計時兩分鐘 翻到第四頁 有畫 第三頁有組 再不算 還好 成功 月 在畫畫的時候我們也要講有什麼東西 畫畫的時候的訣竅也是差不多 就是我畫你然後還是第一個想到這個概念的東西 畫那個概念的力量 或者是你平常會把這個概念應用在什麼東西上 或是你平常知道別人會把這個概念的東西上 寫下這個 好大概還有30秒多 如果你的畫畫畫很快的話 請大家要幫他耐心消耐用 然後記住喔 記住我們的這個 尤其是越來越抽象 所以你寫下的答案如果是很具體的 我們窗戶啊寫字 那一定是錯的 沒有人知道 我看過第二個是比較抽象的概念 所以你要往抽象 打貼的時候要往抽象的方向 這樣子 好 那個兩分鐘到了 好 大家不管你有沒有畫畫畫 請停好 請停住 記 你們在那邊停住了沒 不管了我們要往 右手邊傳 好 請大家 請大家往右手邊傳 然後在第五頁的地方寫下第四頁再畫 然後在第五頁的地方寫下第四頁再畫 在第五頁寫下第四頁再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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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住要往抽象的方向去寫 抽象 就是說 就是說 你不能只是描述那個畫 畫面 可是要想說 它來表徵什麼樣的概念 待會兒 好了嗎大家 猜完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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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的嗎 OK的嗎 好 然後你猜完之後 一樣往右手邊傳 好 往右手邊傳 好 然後呢 請翻開應該是第六頁了 好 對碩第六頁畫下第五頁寫 第六頁的畫下第五頁寫下第五頁塑 第六頁開始畫 然後呢 也一樣要計時了兩分鐘 請加油 我知道這個很難 我們 我們待一周的遊戲裡面沒有人過i- kingdoms片 是這樣嗎 好 好 大家想一下如果去高中市isk 我班上教我工作上玩這個 他們會什麼玩的 反正你看你有創作的話就算了 又氣我好笑 這個就是要考驗大家平常創作的能力 第一個是對這個概念的掌握問題 第二個是你怎麼去表達它 讓另一個人知道你在表達什麼 這個好像很難 其實不見得 好 請大家努力的話 那個時間到就要停 不要這樣玩下去 要不然會拖到其他玩家 好兩分鐘到了 畫完了嗎 畫完了齁 畫完了就全文你往右手邊傳 往右手邊傳 不用做太多裝飾啦 可以 好啦 那你拿到畫板 一樣是搬到第幾頁 快說第幾頁 第七頁 搬到第七頁去寫下 第六頁在畫 好 好 好 趕快寫喔 趕快寫喔 趕快寫 不要管對錯啦 就是猜就對了 猜就對了 猜就對了 你要相信旁邊那個人不會害你 好 所以他也不會害你 好 好 大家寫完了嗎 猜完了嗎 謝謝你 你也好了嗎 猜完了嗎 猜完的話 寫你寫個牌的話 一點 好 猜完的話 就請你往右手邊傳 繼續砍到這裡 我們要畫完最後面 來 畫最後面 好 可以 請大家先冷靜一下 我們還沒有結束喔 好 在第八頁的地方 畫現在第七頁的屏幕 屏幕 好 我相信大家都拿到號碼 我們現在就計時兩分鐘 剛才你在這個 今天這個遊戲之前 大家從來都沒有想過 那些概念是怎麼回事 我今天就知道了 他就是那麼困難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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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第一分鐘 瞬間就過去了 好 拍一分鐘 拍一分鐘 好笑 這個 這個是 反正這個是個遊戲 大家放 放心 來玩 然後這個遊戲的特色就是呢 他 雖然有標準答案 但是每個人在畫的時候 就沒有錯誤的問題 理論上沒有錯誤的問題 好 欸 會不會看來都很快就畫了 好 兩分鐘到了 然後我們一樣 往大家畫完的 請往右手邊傳 然後我們要猜最後一次 時間到了喔 時間到了 對 猜最後一次 在第九頁的地方寫下 看第八頁再畫 這個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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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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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咦 怎麼沒有 那個太困難了 為什麼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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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大家在第九頁都猜完了嗎 第九頁 對 對 都猜完了嗎 好 好 好 那就是請你停在這邊 先去算分數 幫你現在手上這本畫的算分數 你看看第一頁的手提的是什麼 然後看他答對幾次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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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這樣算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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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定地跟萬有引力就三卡車 對啊 這是一停分啊 但是一層跟鞋子就沒有 對不對 好的 好的 如果你算完分數了 就還給這個玩家 算完分數其實還給那個玩家 好 你 我們來笑一笑 看看說中間一般的 有這個名字 剛開始就是什麼 這個那種效果真的很帥 好啦 這歌寫名字寫還給大家玩家 好 然後大家 謝你 OK 安靜一下 安靜一下 這個 這樣子很難記憶下去 好 請讓大家拿到自己的 自己的本子 好 打開看一看說 快要多遠重之後 我們接下來會進行 最難第三個 第一個 先聽我講一下 請把你們的藍色的卡片還給你 試工 把你們的卡片還給試工 請回收我們的題目卡 我們還有第三個要玩 所以要快馬加編 題目都好好了 快馬加編 好 那 把卡片交出來之後 請大家把 一樣 把 除了自己的名字跟分數之外的東西 都回收了滿好的 好 那 把卡片交出來之後 請大家把 一樣 把除了自己的名字跟分數之外的東西 然後你們就拍照說 我們這個陪伴大家帶回家 好了嗎 大家 請 請 請我講話 有喔 好 我要先擦掉 要不然我們要玩第三輪 要不然時間換來去幾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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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給別人知道 我還沒有拿到 我這邊有9個人 記得不要給別人知道 好 那 你拿到題目的人 你就趕快先 一樣 寫在第一頁 寫了之後 就趕快看到第二頁 句話 好 把握時間 我們會想到會 這麼耗時 還有人沒有拿到評論嗎 還有人 你後面都拿到了 還有人 你後面都拿到了 還沒看到 然後題目就 起在第一頁 然後趕快看到第二頁畫 我們一樣 只有兩分鐘 你一定要把題目 起在第一頁 開始計時 你要把題目 起在第一頁 對 題目 題目起來第一頁 然後在第二頁開始畫 我們就起來第一頁 君主不能想太久 想太久 你已經畫過完了 趕快畫 快畫完 卷 時間一秒過去 不曉得現在大家贏得幾分 但是大家要知道 零分的話要出來帶交口 不好意思 所以請大家認真話 好不好 認真話 努力想辦法用手 別人知道你的話 好 兩分鐘到了 請大家一定要往右手邊傳 右手邊 直接到滑船 傳給下一個人 要不然來不及玩到 把這個玩完 好 好了嗎 然後你拿到畫版之後 一樣示範到第三頁去猜 第二頁畫的什麼 記住喔 第三個是最抽象 所以不要猜得太距離 最抽象 超級 好 好 好了嗎 好 要跟他猜完了嗎 應該已經很上手了吧 第三個 應該已經很上手了吧 第三個 謝謝你 謝謝你 你們要不要OK 好 好好好 好 你寫完的話呢 你就一樣傳給右手邊的玩家 傳給右手邊的玩家 我們拿到畫版一樣 就是 搬到第四頁 開始畫 呃 第三頁五題 然後我們一樣要計時兩分鐘 然後我們一樣要計時兩分鐘 好 不行 謝謝你 開始 那要畫了 你總的就是地寫 一定是 我們平安對用 他是不是寫簡直 殘忍 我們會時間當快樂 這是因為今天人太多了 必須要快樂 好 好 在第四頁畫下 第三頁的題目 要快樂準嗎 好 要快樂時間就過完了 好 那提醒一下大家 在最後一輪 第三輪的時候 你拿到 畫版的時候 不要把東西擦掉 不要把東西擦掉 我們在第三輪的時候 就是要 最後要結束的時候 要討論這個 你畫的什麼 好了 現在還有大概 二十秒啊 二十秒 二十秒 二十秒一下就過去了 所以大概只能 加一點 加一點 好 好 時間到了 請大家呢 一樣往右手邊傳 還有一個畫版朝上 往右手邊傳 好 不要往前翻喔 這邊 這邊有一個焦點 請往右手邊傳 然後一樣 你拿到畫版之後 就翻到第四輪五頁 好 請往右手邊傳 還有第五頁 可以猜 第四頁畫的什麼樣 還有 那會不會有什麼 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 我看這個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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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猜得比較快喔 在第五頁寫下 第四頁畫的什麼 哈哈 居然有這個嗎 居然有這個嗎 那你你寫完 寫完猜完 就一樣往右手邊傳 右手邊傳 右手 右手邊傳 好 好了嗎 好 傳完之後呢 然後畫版一樣 你就看到第七頁 然後去畫下 欸 現在是 現在是 第六頁 應該是第六頁去畫下 第五頁 翻到第六頁 然後畫下 第五頁有提供嗎 好 先加油 然後 我們應該要 計時兩個人要怎麼畫 那這是一個 生死娘娘的問題 當你發現 那個前面的提供 很具體的時候 你就知道 它一定是外交 那個你還是得畫 好 因為搞不好 你畫出來的東西 會回到 回到正軌 搞不好 搞不好 那個 那這跟我們平常 人際溝通很像 喔 就是講八卦 講到最後 捲歪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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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變對 這樣 可以嗎 好 還有 大概 大概 大概一分鐘多留 這邊 再加一下 好 好 好 像這邊 相信大家也已經駕親舊了 是吧 對 我覺得自信滿滿 想說 對方一定知道 比較好 好想啊 好 然後下一頁就餓了 好 好 時間到了 請一樣往右手邊傳 好 傳完之後呢 大家請翻到第七頁 然後呢 寫下 你覺得第六頁他在表達什麼 好 好 你要想的是這樣 對方也不是壞人 也不是笨蛋 他畫的是這樣 一定是有道理 對 對 還是揣播下別人的心理 他到底在想什麼呢 他為什麼畫成這樣呢 還是故意文章我 之類的問題 好 猜完了嗎大家 還有人沒有猜完嗎 好 猜完的話一樣是 繼續往右手邊傳 我們要畫最後一次 猜完就往右手邊傳 好 好 如果你拿到畫板 就一樣翻到第八頁 然後畫一下 第七頁的題目 翻到第八頁 畫第七頁 想一想 第七頁的這個東西 要怎麼樣調查 才能讓 下一個人知道 才能讓他們猜出來 然後防第一個玩家分分 雖然你會覺得說 共屁是 他們分數我得分 但是 遊戲就是這樣子 有規則就按照規則 把它玩到好這樣 好 那通常高中生就是 真的是 狠狠啊 反正又不是我的分數 他們就會 就是捉弄自己的同學 但我相信這邊你們都是好人 你們都會忌逼的幫別人去設想 好 這塊我不記得其實 好 沒關係 大概還有 我剛剛講的 廢話講了一分鐘 所以大概還有一分鐘 好 這個遊戲快要接近國生了 請請大家 待會兒以算文分數之後 還給這個原作者 因為這個型不要把遊戲插掉 好 還有人沒有畫完嗎 都畫完了齁 都畫OK的 好 請往右手變傳 我們來猜 最後一次了 請翻到第九頁 然後寫下第八頁在表達什麼 翻到第九頁 然後寫下第八頁 你覺得他在表達什麼 好歪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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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第三個活動得分 是很好的事情 好 如果你寫完的話 不要 就是還不要傳給人家 你就拿著 然後幫他算分數 第九頁寫完之後 你就開始幫他算分數 看一看 他第一頁是什麼 然後如果 有寫對的 就給他一分 如果都會有寫對的話呢 就是零分啦 那零分了 你就要有心理準備 就要有開招 真的差太多了 真的差太多了 好 如果一定算完分數呢 請傳回去 給原作者 寫完給原作者 寫完給原作者 然後如果你拿到自己的畫本 請不要查 不要查 不要查 先去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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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我跟他一起拚 好 對 我來看一看 好 好 大家拿到自己的畫本了嗎 大家 還有 你沒有拿到自己畫本嗎 你拿到自己畫本之後 先聽我講一下 那我們接下來 我們接下來 就要開始討論 然後小小討論一下 然後呢 要交給猶龍來講 為什麼 最後為什麼要畫這個題 我們到底要考慮什麼鬼東西 好 首先 大家都拿到自己畫本 對不對 那個 每個人都知道自己的分數了齁 每個人都知道自己的分數了齁 好 那因為沒什麼時間 所以我們要猜照到最後再來看 我們先 隨便 可以嗎 可以嗎 謝儀 幫我們哪一組 隨便拿一本過來 然後 每一組請哪一本過來帶一組 每一組拿一本過來 每一組拿一本過來 謝儀 你隨便拿一本 可以你們 然後這三組要拿一本 來 誰 好 好 我 我 如果我考慮 如果我考慮 我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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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嗎 那通常 我們在高中的時候 通常是十個人對一個講師 講師就會 一個一個討論說 你今天題目是甚麼 然後你怎麼畫 為什麼後面人家去選是他 我想考慮一選 但是你今天事業有些人 代表 那優柔 你要來拜訪 那通常一位 就是一對十嘛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每個人 他的畫板上面畫了甚麼 寫了甚麼 那 OK嗎 我要講 然後再討論囉 大家再說 麻煩安靜一點點 好 大家應該知道 剛發最後一輪五個題目是甚麼嗎 就是心靈物體思考存在我 裡面就會講到 每次要討論的我實過 就是我思考我存在 這個東西 好 所以等一下我會先討論 一半 就是我會先討論物體跟心靈的部分 然後我會開始做介紹 介紹到後來呢 會再討論剩下那三分 就是思考存在跟我 這三個東西 還蠻有趣的 等一下 好我們現在來討論這個物體了 加芸是誰 這個畫物體的 好 怎麼畫呢 好 可以展示嗎 他畫的物體呢 第一個他是這樣畫的 是怎麼用 一堆東西 然後旁邊有陰 結果第二個拍就變陰暗了 你可以告訴我 為什麼你畫物體的時候會畫這個嗎 到底在哪裡 欸可以第一張來看 其實我之後形狀跟他的外貌的話 就會變成中平面的通暗 那如果零零畫出來就變成立體的物體這樣 所以物體一定是立體嗎 我認知到大部分無色命的物體都是 大部分盡量是立體的 然後第一個想到也是立體的東西 所以前面的東西是最立體的嗎 我覺得幾個是立體的 那大家在畫物體的時候 最重要去著重它的是什麼 當然這後面全部都歪掉了 就是因為後面全部都是拆跟影子有關係的 所以我們可以看見說 這個遊戲在玩的時候 它其實有兩個重點 第一個就是你在 你拿到一個題目在畫的時候 其實你在畫的是 這個題目你想到最核心最重要的那個部分 比如說 我們不要拿一個這麼抽象的題目 比如說剛剛剛剛有一個題目好像是火鍋吧 如果火鍋你畫了再多的火鍋 然後你沒有鍋的話 好像還是在斷火鍋 是吧 那但還有第二個步驟就是 比如說剛剛有一個人問我說 電動腳踏車 但後面全部都回答腳踏車的時候 這個答案到底是不是對的 比如說在第二個步驟就是 我們要怎麼樣把這個物件 把你手上拿到這個題目 跟其他相似的東西區分開來 比如說你要怎麼畫出電動 來加在腳踏車的這個影像上面 所以 所以 區分物體跟 跟其他東西代表它是立體的方式 就是加了影子 但當我們在做這個區分的時候 很容易做一件事情就是 你在區分一個東西的時候 結果反而轉移了別人 所以別人都轉移到 就是全部都是去猜 他加上去要強調說 其實他要講的是這個 但大家都在出來猜的是這個 所以剛剛大家拿到那個 手上的東西的時候可能會發現 就是你本來想要輔助 相對去強調你本來畫的東西 的那個物件 反而被當成的主角 那 心靈 佩宇是誰 補足補足 其實你畫心靈的時候 覺得最最重要的是什麼 這個 他畫的是長這個樣子的 就是一個人應該是死掉了 然後應該有一個什麼東西 飛出來 然後加上害死 你可以解釋一下 所以他就只要這樣畫 太可憐了 因為就不知道怎麼表達 所以我就會直接把它 加一個自己 太小錯了 對 好 所以你是用同音字 就是先畫一個心 再畫一個零 然後這樣希望大家把它拼起來 然後結果拼成什麼樣 心死 就是有時候會出現這種狀況 而且後面還蠻一次的 就是什麼 心死 心碎 心碎 心碎崩潰 為什麼要跟 這樣子 因為我們時間不多 所以討論 今天談到蠻有限的 我就會直接開始講 為什麼要討論 題跟心靈這個東西 因為迪卡爾他最 最有名的 他的一個他的理論就是 心無而人倫 就是我們要把 物的世界 跟心靈的世界去分開來 那 燈 OK 好 誰能畫錯我的心 對 那 大家可以看 我在這個心靈後面 練的這些東西 思想 情感 概念 感受 想像經驗 有沒有人可以告訴我 這幾個東西之間的共通點在哪裡 可以幫我點一個人 對 不然他好了 就是你了 對 你覺得 對你來講 這一系列的 的 字 之間的共通點 都是抽象的 都是抽象的 對嗎 那具體是什麼意思 相對於來講 是摸得到的 然後可以感受得到的 所以心靈是摸不到的東西 對 比較像是形而上 就是摸 就是沒辦法感受 只是沒辦法具體 具體 具體可以感受到的 呃 那這裡面有感受 也有經驗 我只 我最多只想要他是抽象的 抽象 抽象是什麼 嗯 心靈的部分嘛 因為他後面有很多的註解 那我覺得他跟物體最大的不同 是他會非常的因人而異 那物體的話 可能比較會 處在一個客觀的狀態 那可能思想啊 想像或經驗 就比較會因人而異這樣子 所以你的概念會因人而異 嗯 某種層面上是這樣 那語言呢 語言 因人而異會 可能同樣一句話 那我們聽到了人的解讀的不同 就會有不同的感受 那要怎麼溝通 要怎麼溝通嗎 溝通的話 其實 嗯 我覺得可能要語言 那可能聲調 加上 整個人散發出來的感覺 哈哈哈哈 後面 後面 你的表情 在想像 哈哈哈哈 表情等等的去搭配 比較不會輸錯 對 所以對你來講 感受是會因人而異的 對 所以我現在看到你別人 看到你 嗯 不是 是他們看到我的 對我的定義相會 因為每個人的不同 而有不同 對 大家都認同 都不同意 有沒有不同意 好 好 因為我覺得 其實物體 我們現在叫動物是 因為以前我們覺得 他叫動物才叫動物的 其實如果是一個原住民的話 可能他這道 那隻 東西 可能他覺得不是動物 可能他敢叫吃其他 名字 叫人類 怎麼辦 其實這樣子 其實那個 怎樣 剛才他說的那個 想法 就是 就 不是 就不一樣了 因為他說 心靈是 天能體積者 但是 我剛才說的例子 這樣子就不一樣 這樣子就 對啊 就不可以用這樣子去定義 你剛剛說的例子好像 正好是說 每個人 對 瞭解的都不一樣 他是說 因人而已 就是每個人理解的是不一樣 對 但是如果在物體上 就好像 我們怎麼分 你剛才 例子好像 動物就不一樣 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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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有鹽才有精靈上的東西 但是物體會因為有鹽才會出現的 它原本就存在了 只是我們把它改變 對 他跟您講是不是也是一樣的 有沒有人不認為這兩個是可以分開來的 請說 為什麼您 我覺得你剛剛提到上面那系列的話 你一開始的問題是說 有所共同點嗎 那我想要來第一個直觀共同點是 他們是非原子組成的 不是嗎 上面物體都是有什麼主持的 不是因為物體也有概念 非物體 非非 你要我去區分他們的共同點 那因為你給我兩個系列的東西 上面那系列也是非原子的 那下面的系列都是有原子組成的 但是你覺得這兩個是不可以分開來的 不是 它只是區分他們的一個原則 就是 但是你剛才說 不是應該要回答我們說 你認為這兩個是沒有辦法分開的嗎 可以現在說一次嗎 就是因為我剛剛問的是 有沒有人認為 心靈跟物體是沒有辦法區分的 心靈跟物體 我認為可以區分 好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認為 就中間其實有一個條件 可是他們其實 就他們都存在於這個世界上 如果寫過程式的 你不知道思考 可能就是你 你的原則排列方式 他做中間是那個排列方式 物質是一樣的 但是排列是另一件事情 把 但是你覺得概念上面他還是可以區分 不是說 所有東西 所以 你原則認為 就是這個 市場裡面的 所創造出來的這些東西都被畫 畫一圓圍 如果你把 如果你把 東西加上時間 位置 等等的話 他們的界限可以模糊 但是對於 對於我們 在這個世界想到的人 來說還蠻好分解 這個世界想到的人 我們想蠻好分解 但是你要講的是他們 我們其實沒有辦法增加 看你怎麼建議他們的意義 其實 這是植物質上面兩個很大的 在配偵測的 擺一個就是 把所有的東西 化驗到物質層次 所有的思想 其實都是某種物質的 所產生的現象 然後另外一種 當然也有化驗到另外一個層次 就是所有東西 其實只有存在性靈 這個物質上面 真真正正的其實什麼東西 都沒有存在 或是他存在的也不是我們所看到的樣子 那迪卡爾是二元論 就是他兩個都要存在 也就是說 物 他作為實體 所以作為 那個 呃 不是說我們碰碰得到 沒有得到 而是他存在的這個狀態 跟我們心靈所思考出來 想像 呃 夢境裡面的內容 感受 還有經驗到的東西 兩個東西是 並存 而且互不溝通的 對於迪卡爾來講 他這樣講 好 對 所以他給心靈跟物體的一個區分 就是心靈是不在的空間的 他也是物質的 然後 他會做一件事情 叫做思考 但思考 我們現在在中文的語境裡面 都會想到說 好像在思考一下很嚴肅的東西 一定要有一個主題 然後一定要有個論證 什麼 不是 在迪卡爾這個 我是 這個字的 因為他第一次 他是寫這個 陳詩錄的時候 他是用拉丁文寫的 然後我是的拉丁文 叫做Cogito Cogito的意思只是 他只是在講說 你所有 腦內的 所有活動 精神的活動 都叫做思想 對 所以等一下 會再回來講這個東西 那物體呢 就是在空間 有形 有形狀 然後會做 會運動 然後有延展性 就是剛剛講的 他那個 一張白紙 他當然是立體的 這個東西 他繼續在講延展性 這個東西 這樣 這個 這兩個概念區分這樣 是OK的嗎 如果有問題 可以隨時舉手 好 好 所以心悟惡人 所想的不一定實際存在 我想 從上面開始 大家應該 還算是蠻常遇到 就是蠻好可以理解的 你想像的東西 跟實際上存在的狀態 可能不太一樣 就像 我可能也想像說 我跟強尼大夫在一起 但實際上好像 就是有點困難 那 那當然 旁邊就是提到這個 Inception 在夢境跟現實之間 他也許可以很混亂 也然後 但是 當你醒來的時候 你會發覺 兩個東西好像是不太一樣的事情 但是 迪卡爾有一個很著名的論證 就在講說 為什麼經驗這件事情 沒有辦法反應真實 忠誠的反應實在 或實際存在的狀態 就是因為 你夢境裡面 所得到的感受 當你在夢境裡面的時候 你可以感受到 所有你經歷的東西 你有感覺 你會痛 你會 你會 你會哭 你會感覺到傷心 等等的東西 所以他 也最有名的一個論證就是 你的夢境 在人 人 人 沒有辦法區分夢境跟現實 行得的時候 就是睡覺跟行得的時候 就是在當下 而不是你醒的時候 你可以說啊 剛剛在做夢 你在夢境的時候 沒有辦法知道 你在做夢 但到現在這個 現在就有很多其他的討論 比如說 你可以開始 用強大的自我意識 然後 告訴你說 啊 也可以操縱一下 就是 夢境 我從來就沒有嘗試過 大家可以嘗試看看 那 再下來的東西 會稍微越來越 呃 沒有那麼 直觀 也就是說 感受跟實際 這上面 剛剛其實 非常感謝你 這麼快就把這件事情 點出來 就是 每個人的感受 跟這個 你這個感受 所展現出來的那個 實際的狀態 可能是會有顧差的 也就是說 你今天 也許身體不好 黃膽 你看到的世界是黃色的 你今天很開心 你覺得 看到每個人都很開心 你 呃 這個感受 他 有一定的 我們現在 用主觀 在 其實在 該怎麼知道 嗯 在笛卡爾時代 他是沒有存在主觀跟客觀 這兩個問題 就是客觀的問題 是不存在的 但是 為什麼後來要開始討論主觀客觀 然後開始講說 人的感受是主觀的啊 等等之類的 呃 這邊的感受 呃 包括所有的感官經驗 也就是說 你今天看到 呃 摸到 聞到 的東西 都 也許 跟 他真實的存在的狀態 不能畫上等好 大家可以理解這件事情嗎 嗯 所以 也就是說 今天上面跟實際狀態 他不是 他不是在講說 當我今天看到 前面有這麼多人的時候 其實 全部都 其實在這個 這個 這個空間裡面 一個人也沒有 是我一個人在這裡而已 其他人要講的 不是這件事情 而只是說 當我今天看到 所有的人 站在這個地方的時候 也許 實際上大家的 存在狀態 不是我的感官 告訴我的 這個資訊 可以理解嗎 嗯 好 但是 人 人是一個很特別的 對於迪萊爾來講 是一個很特別的 案例 也就是說 人是同時擁有物體跟心靈的 的一個東西 因為我們有身體 你的身體在空間會移動 有形狀 有胖 有瘦 有高有暗 然後 具有延展性 但是同時一個人 呃 大部分的時候 我們定義的人的狀態 就是他有 他有思想能力 不是只是說 你可以想事情 而是你可以感受 你可以 你可以把你的感受 轉換成語言 等等等等 好 那通常 通常很多人會講說 經驗是兩者的溝通 也就是說透過 透過 呃 感官經驗 我可以 我可以知道說 物的世界發生了什麼事情 確切發生了什麼樣的事情 當然 我剛剛已經跟大家講說 欸 這個事情好像沒有那麼單純 感官經驗 似乎是會 會出錯的 比如說 我們通常透過了感官經驗 會不斷的加強 物跟你之間的關係 比如說 你在小的時候去玩火 不到火就是燙 會覺得就是痛 這件事情 然後你會覺得 所以火這個東西 他一定有了燙這種性質 在他的存在裡面 然後 所以讓你覺得痛 然後你會不斷的去加強這個鏈結 去講說 喔 所以火 就是會讓你覺得痛 這件事情 但是 就是 舉另外一個問 例子 分手覺得心痛 好 這兩個 這兩個痛之間好像是不太一樣的 有沒有人可以告訴我哪裡不一樣 確切的哪裡不一樣 那個麥克風 隨便點一個人吧 因為分手它是一個狀態 然後燙到它是一個事件 對 所以兩種痛是可以 OK 不一樣 兩種痛的發生 一開始就是不一樣 分手是一個狀態 然後燙到是一個事件 對 剛剛這樣講 有沒有別的這種想法 OK 好 好 那邊有一個 你燙到感覺到手痛的話 它會是一種 你身體的反應 會告訴你講說 你覺得痛 就是你痛的必須收手 這樣子 那分手覺得心痛 它是一種 因為你心靈上 可能說你原本存在這種情感關係 那情感關係破裂之後 你心靈感到寂寞 或者是焦慮彷徨的時候 它是一種 出自於你自己 基於 對於這個情感關係破裂 心靈 自己所產生出來的感覺 對 兩種是不一樣的 一個是 你有接觸到東西之後 你被燙到 然後所以感 身體會告訴你痛 那分手覺得行動 是因為你對於 某個 就是我剛剛講的 情感關係上的破裂 所感到的彷徨 或者是不安 從心靈內心感受到心痛 好 所以你覺得最大的差別就是 有一個 其中有一個是有外界的物引起的 一個確切實體的物 另外一個好像不是 有一個心靈狀態引起的 但事實上 我們常常做這樣的區分 它真的有這麼絕對嗎 這個區分 也就是說 你真的覺得燙到 覺得痛的時候 那個燙 那個性質 是這個物體傳給你 然後讓你覺得痛 你針對勸線 有這個感受 沒有錯 你有痛的感受 沒有錯 但是痛的起因 是不是真的在 在這個東西裡面 比如說火 或是一個燒熱的鍋子裡面 這件事情對於迪卡爾來講 他這兩個東西之間的界線 其實相對來講 是模糊的 因為你所有的感受 都還是你的經驗 是被動的被 該怎麼講 被給予的 感官經驗會騙人 這件事情 剛剛已經稍微講了一點 其實只是要講說 你的感官經驗 有時候可能不是忠實的 反應了實在的狀態 比如說 你冬天手痕 為什麼會有兩個手 好 對不起 冬天手很冰 這是我打的嗎 等一下 TKY 好 對 大家應該做過這個實驗 就是當你的手 兩隻手的溫度是不一樣 比如說 一隻手的溫度 溫的是常溫 然後一隻手的溫度 是低於常溫 是冰的的時候 你把它放到溫水裡面的時候 一隻手會感覺到水是溫的 另外一隻手會感覺到水是燙的 來跟你講說 你會認為你的經驗很可靠 你今天看到說 人坐在這個地方 你會覺得 這裡就是有這麼多人 可是 可能 有時候 會是有幻覺 或是會有錯覺 或是你的腦袋 你搞錯了 好 戴眼鏡的同學們 就是說 你戴著眼鏡 跟他戴著眼鏡的時候 到底哪一個世界比較真實 所以 前面這幾個東西 都比較好理解 說你的感官經驗會騙人 或是會不準確 這件事情 好 所以我看到杯子 杯子就是如實 按照我所看到的方式存在 這樣嗎 假的 大家怎麼 大家怎麼 大家都不會認為說 我今天看到了一個講師 在台上那樣走來走去 講那麼多話 其實可能是因為 對 大家眼睛夜障可能太重 夜障重 所以 這怎麼會變這樣 好 這是一個網路上 很容易就可以看到的 就是幻覺的東西 對 我們可以看個幾秒就好了 其實 應該有人看過這個東西 就是類似 視覺幻覺的 這個是看起來好像面積不一樣 但是實際上是一樣 就是視差的感 造成的錯覺 這是因為中間那個小小的白點 造成你會覺得好像扭曲的方塊 這個是顏色的錯覺 其實顏色是同一個 但是你會覺得下面的比較淡 上面的比較散 就是色彩很定性的 這個是 關於空間知覺 其實都是正方形 但是你會覺得好像有 是T形的效果 沒有 後面都差不多都是這樣 可以直接按 OK 好 所以我們回來講這句話 為什麼 前面講的這個什麼 心悟惡人 感官經驗跟實在 有什麼差別 到底跟這個東西有什麼關係 好 其實大家應該有 有看過坊間一些 就是惡高的東西 就是把我吃過在那個死 改成所有 各式各樣 各種各樣 我記得我們 我大學 永恆已經很 已經很久以前的事情 的時候就是 好像在擺攤的時候 我們就把它寫成 我吃過在這件事情 對 那我想問的是 對大家來講 你覺得這句話 在這幾個選項裡面 到底哪一些是可以通的 是對的 其實我剛剛有 稍微提示了一下 那個 要怎麼樣探斷這件事情 哪一個是錯的好了 先講 哪一個是錯的 走走 走走 我走走 我走走 我再 OK 還有呢 還有什麼 玩 我玩 玩這特別一點 我留晚一點的講 好 還有呢 睡 我睡 好 然後呢 其他都可以嗎 連我吃過 我再都可以嗎 我看 吃看 誰講我看 那 為什麼我看不行 你剛才就在講一個錯誓 他事實上並不是你 但是我看 是一種 呃 該怎麼講 思想活動 因為他會給你一個 改觀經驗 在你的意識裡面 是啊 但是 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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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沒有在看直播 那 看直播的你 跟 現在看到的你 是不是一樣的你 那其實 如果不是相等的話 他其實就有 存不存在的 呃 呃 的問題 存存在 比如說你剛剛 比如說你剛剛在看電視直播 跟你現在在正在這裡講話的 你不是同一個 你 是啊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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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跟剛剛那個錯誓一樣 跟剛剛那個錯誓一樣 你看到是方形 跟 跟 呃 一樣的面積 但是 你看到 你看到兩個結果 是 所以那個我看顧我在的時候 會 會產生 一些問題 因為 靈形不等於正方形 或者靈形是方形的一種 但是 明明是同一個東西 是 它就會產生了兩種的解釋 所以他沒有講說 我看顧 方形存在 他在講我看顧 我看顧 我在 呃 因為第一個我跟第二個我 呃 應該是 在這句話裡面 它應該是 一樣的 一樣的東西 但是 看的經驗 看的經驗 剛剛 剛剛在前面那個 錯誓的那個例子裡面 是 是 不一樣的結果 我覺得那個在應該就是等於的意思 在邏輯上 再是等於的意思 那顧 顧是什麼意思 顧是什麼 顧什麼 什麼叫做錯 英國關係 英國關係 只有英國關係嗎 因為英國關係其實是一個 很強烈 A產生B 的 的關係 有沒有 顧有令結的 正明 顧 是嗎 正明 正明 什麼正明 正明喔 OK 所以我是這件事情 正明了我在這件事情 但是剛剛有人把 再詮釋為等於的意思 我覺得第一個我應該是 就是在那個心靈上的那個我 對 所以我現在看到 假設那個 一樣的那個面積 第一個我看到 我的內在 我感覺還是一個靈性 那第二個我 是所謂的 這個 固體上的我 那也可以固執上面的 應該說第二個那個 所以說如果 如果我看到的 雖然是相同的東西 但是為什麼在 第一個 靈性 我的心靈解釋上 還是靈性 但是實際上 物質上 還會是放棄 所以它 所以已經造成了一個 心靈跟物質的結果 是不一樣的 所以我 所以我會認為就是 但是最後這方面那個在 其實就 不相等 所以這一句話是 不成立的 在是不相等 就是屬於 對 心靈的根 透過 第一個我 心靈的觀察 跟實際上的結果 當它不存 當它不相等的話 我認為這句話就是 在物體上就是 不成立的 你要講嗎 因為我只能把它 離清一下 它會一直 因為 假設你看到的東西 你的經驗 不符合那個 對象的話 就不能 隨便講說 我看我在 是嗎 對 但是它講的是 我在 而不是你看到的東西 是不是存在 對 那有 對 但是 我看 它基本上 比如說我看到杯子 我第一次看到 是臨時 所以我的內心會 其實是臨時 但是 當第二次去移動的時候 當 就是我得到的一個 心靈上 解釋的人 會有兩種結果 通一個東西 我覺得 那 那 就可能是 你剛剛講的狀態會是 我看到的菱形 但是菱形不存在 而不會是 我不存在 或是我存在 可以 可以理解我在講嗎 因為 我們先不討論故 是什麼意思 的話 我思考 跟我存在 我是兩句話的同一個主體 也就是說 好 我今天眼睛會看出現幻覺 也許大家根本就不在這裡 我什麼東西都沒有 我看到了所有的東西 但實際上 這邊一個人都沒有 我看到 所以 你們 不一定存在 不一定 以現在這個方式存在 這樣大家是要了解的 但是這句話講的是 我看 故 我在 我存在 而不是你們存不存在的問題 這樣可以理解它裡面的差別嗎 OK嗎 回去 所以 所以我剛剛講的 所有思想裡面的運動 都會是 都其實都是在 我是故我在 還有講的這個範圍裡面 也就是說 我看過在 跟我聽過在 都會都 其實都包含在 我是故我在裡面 那我玩過在是一個 比較 比較 比較特殊的案例 也就是玩耍這件事情 在哲學上 其實非常的 非常的有趣 就是 玩的時候其實 這件事情是需要用到腦的 你是需要 知道規則是什麼 因為 所有的遊戲 它都有玩法 都有規則 都有 比如說 你要運用什麼樣的東西 A到B啊等等的東西 所以 玩這件事情是很特別的 它不是只有 所以 不是只是一個身體上面的動作 而已 所以我思我在 我思 剛剛講的 我包含了所有 所有你的心靈的活動 所有你腦部的活動 就是 我想像 我看見 我聽見 我做夢 我幻想 甚至說什麼 我說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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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讚 存在這個東西 欸等一下 對不起我剛剛 我忘了要討論這個東西了 對不起 對 不好意思 好 來討論一下 剛剛剛剛 剛剛 剛剛是先討 我思考是不是 要思考 這個思考 是誰畫的呢 哇 名字被查掉了 這是誰的 看不出來 看不出來 什麼停嗎 我看不懂了 好 他第一個畫的是這個 是一個人 人的頭裡面有齒輪在動 是你畫的嗎 你為什麼這樣畫 因為 就是 簡單的想 就是 思考是 我們老在思考 那 就是要讓 如果讓對方 能夠輕易理解的話 那 自然就是畫在頭 那這個 齒輪運轉的這個感覺 就是 有那個 叫RUN的那個感覺 所以 這樣會幫 比較幫助對方 理解說 我的表達能力是思考 OK 好 對 所以下一個人 也很成功的才是 第一開始思考 然後 第二個 你看到思考的時候 想到 是這個狀態 那 真的 不是 那 就開始歪了嗎 然後 所以 猜出來的 就 如大家 所想像的 就會變成 迷思 還是有濕的 但是很延遲 然後接下來就真的 就是真的開始歪掉了 就這個其實跟前面那個好像 似乎沒有差很多 但是前面這個很濃厚的那個 暗示了宗教的意味 所以可能因此 因此比較好拆一點 還是拆到了有點 稍微有一點摸上一邊 但是這個呢就變得沒有無言 可能大家著重的其實變得在這裡 所以就不再是人在做那種事情 好 那下面就不用講了 好 最後一個是嚴肢無故的 厲害了 對 所以大部分的人 想到思考的時候都認為最關鍵 跟思考的關鍵都在腦部 然後在腦 腦 當然通常我們會想到思考好像是一件 就是打 要打坐 要靜下來 但就剛剛已經解說過了 對於迪卡爾 在這裡講的我是這個 這東西是包含所有精神 所有思想的運動 就是所有會進入你的意識 的東西都叫做我死 所以再來要討論我在的時候 就要討論一下存在 到底畫錯了什麼東西 贖評是哪一位 好 可以跟大家分享嗎 給他看一下 好 那個 其實就是 這一句話我似乎我在 所以我就存在的部分就是 你腦袋裡面有 有東西 那也許我表達的不是很好 就是因為我用 缺分差的東西 所以可能 導致下一個 可能不是那麼明確的 可以判 沒關係 沒關係 一個是 一個腦袋有在思打 一個是空的 然後 所以旁邊是空 OK 好 對所以你會認為說 有思考 所以這個人的 狀態是存在的 然後 然後 大家猜什麼呢 批判 我覺得可能是因為 裡面圈圈叉叉 對 就是猜什麼批判 然後 批判 接下來畫出來 是找這個樣子的 為什麼批判 為什麼對批判的理解 互相相罵 這是誰畫的 可以說明一下 你對批判的理解 剛初我看到 那一個詞的時候 這個批判 就是想到說 有一個人會指著 某個人 對他不斷的講話 可以表達出 批判的這個意思 這樣 但是同時有生氣的印象 對 所以批判 批判的話 會非常的激烈 所以康德一定會生氣 謝謝 康德最有名的就是三大批判 批判這個字 其實他的 好像有點岔開 所以我講完 我們就結束了 批判這個字 其實他翻譯的 不管是原始的意思 跟中文翻譯的意思 都在講 先把兩個東西分開來 就是批 把兩個東西分開來 判 就是做一個判斷 所以這是他最原始的意思 所以 通常他在折騰上面 會去區分批判跟批評 這樣一件事情 是不一樣的 好 所以 後面 就真的歪得很徹底 就一回收是什麼 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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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幸福 我完全可以理解 為什麼好像化而已 少了就是幸福 然後 幸福 畫一光是幸 而且畫一光 就是還蠻聰明的 但是就猜錯了就一回收了 好 所以對於大家來講 等一下 我覺得這裡面好像完全沒有 沒有辦法看出來 存在 對大家是什麼意思 有沒有其他本質存在 然後有答對了 那來 希望看一下 厲害 給我打 謝謝 你怎麼畫存在 這什麼東西 對 我就畫了一個人 然後 先是在旁邊寫一個D card 對 因為我原本的構思 是想說 存在的話 我看我要不要畫 沙特還是卡蜜蜜 但是我想一想 我原本也想要畫一個自殺 然後打叉叉 可是好像也覺得不太好 那我想說 那就畫了一個人 然後講了一串 吉利咕嚕 然後旁邊寫個D card 然後看有沒有 右邊的人猜得到 他是D card 然後 猜到 顧我在的話 我在的話 可不可以再推到 存在的一個字 我作弊 我不可以寫字 你知道嗎 沒關係 但是居然下一個人 這麼順利的猜猜錯 是誰猜的 你為什麼可以按照這個 因為我本來是想寫 我師父我詐 可是 可是我問他說幾個字 他說兩個字 沒有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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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我說 這是作弊 這是作弊 好 沒關係 我們繼續看 接下來畫下去 這個這個這個 就是這個畫 這一個 你為什麼畫這樣 存在 這題目還是對的 所以 就是 我畫那其實我腦袋一片空白 在抽象 但是就是 一個抽象的概念 就是虛跟虛點 這樣子 還蠻虛無的 有時候虛無就會虛無了 好 所以對於來講 存在是一個虛實之間的問題 對 然後就猜出了物體 還蠻厲害的 好 所以對於大家來講 存在是 是什麼 是 那個 好 先不要 先不要否認我 我是故我在 我是故我在這個 這個這個這個 這個詞的外面 想到存在的時候 可能大家要想到什麼 可以幫我先一個人回答 想到存在的時候 會想到 麥克風 隨便三眼一個人 秋彈 對 隨便講沒有關係 我昨天放在呼吸 他在說那時候 看得到 看得到 有空吸才存在 對 所以是假的 對 呃 我們要開始放去 沒關係 對 呃 沒關係 讓你們 有還有其他的 其他人想 可以幫你 呃 我覺得存在的是 當下 當下 好有 是不是 上去打 好 當下 當下 但是當下其實是存在的狀態 不是存在本身 是什麼概念吧 當下 是一個事件 然後 後面好像有人提出 我覺得存在的話 其實是可以用語言 或是圖像 或是任何符號 定義出來的 然後他 就是先定義出來 有這樣一個東西 那他存在是不是 物體的這個世界 或是思想的那個世界 那就是 要再更深一層的去討物 嗯 其實大家剛剛 就是對對點點 想出了 想出一些很有趣的 一些東西 比如說我在這邊 我在後面 呃 列了一些例子 我展現我表達 我說話 我行動 好 不是 這幾個詞之間的 共同點在哪裡 有沒有人 不是很容易走到共同點 但他還是有共同點 他的主體一定是人 他的主體一定是人 呃 因為這個我 這個是人 如果是狗屍顧我在的時候 我覺得 就 就可能 就不是抵開了想像的 因為狗是這樣 是可以看到的 但是 你不知道狗 是不是 他真的會在思考 但是 OK 先這樣 那我當然 你也不知道我是不是 真的在思考啊 其實我也不知道 對 所以 所以他其實有一個 最重要的點 存在是什麼東西 就是 他要展現出來 他要是你 別人可以接收到 比如說 一個東西他 你看不見摸不到 聽不到 不會說話 不會表達 沒有任何行動 沒有任何可能性 可以偵測到他的時候 我們很難說這個東西存在 因為我們根本就 根本就沒有辦法 把他拿來當作思考的對象 所以是所有思考的對象 他都有他的內容 他展現出來 比如說我現在在各位面前講話 我對其他人說話 我對其他人說話 聊天 我散播我的 不知道 心靈 或是 或是思想 等等的東西 我都在把 我這個人是誰 展現在我說話的方式 說話的內容 跟 我所有的行動裡面 所以 存在其實是 你 不是你而已 而是所有的物 他所展現出來 讓別人 可以接受到 他的 他的狀態 就是這個動作 也就是說在 呃 大家都知道 存在英文就是 Exist 他就是在 Ex 這個東西是 出去的意思 就是 有一個 有一個 東西他現在要 要要要要 要走到他外面來 讓大家看到的時候 這東西叫存在 也就是說 如果我今天 我完全不 沒有任何方式 就是展現在其他人的 心理 眼裡 呃 或是反而 任何的感官 或是任何的 知性活動的時候 我們很難 這個東西 同時他沒有辦法 成為一個 認知的對象 因為你根本就 指涉不到 寶寶內容 大家可以 可以可以可以 可以理解嗎 就是你的存在只是 展現出來的 好 不好意思 我想要就是 請教一下 老師就是 呃 老師說 想要證明存在的話 是他能夠 藉由表達出來 那我們才能夠 呃 能夠去驗證說 他是存在 那我想請問的是說 在十年前的時候 我們觀測不到重力波 但是如今我們觀測到 那在十年前的時候 我們說重力波 不存在嗎 那還有這一位 你先講 我想說如果說 如果說存在 我在的話 那是不是一種 關聯 或者是 假如說 我跟你產生的關聯 那是不是代表 我就已經存在的意思 你對我來說存在啊 對 如果說我 我雖然 我跟你在 我 今天我們兩個面對面 可是我如果沒有跟你產生關聯 那我就不存在嗎 我還算你有講話 我聽到了 如果說 我有講話是 因為我有講話 就會 才跟你產生關聯 如果其他的人 如果沒有跟你產生關聯的話 那重點 那重點存在是在於說 你我之間 是有一個關聯 這個關聯不需要是 有意識者 因為人 你沒有辦法選擇 以不存在的方式 呈現在別人面前 所以這句話 本身是矛盾 因為你不管怎麼樣 我到底是看得到你 除非你拿到什麼 哈利波特的陰性鬥風 或者什麼東西之類的 那如果說今天 今天你在 在這個地方 對不對 我們要跟你講話 對 你也沒有看到 對不對 那 那我們之間 還有存在的 還有關聯 還有存在嗎 什麼意思 我沒有聽懂 就是說 他今天 他認為 他認為說 他是被你看到 他才存在 的話 那他不被你看到的話 你會不會說 他不存在 不反應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 Defa有說的是 我失故我在 而不是 我失故你在 或是你不在 我不失你就不在 這樣子的意思 也算蠻可怕的 可是那是有反正 對 今天我跟妳 產生的關聯 沒有存在嗎 那如果說 我們跟你有產生關聯 即使我在這裡 那我們之間 有沒有存在的關係 OK 不好意思 我插一下好不好 我覺得剛剛有人 講的聽起來 好像不是說 一定要產生關聯 因為他剛剛有講 解釋說 展現嘛 所以重點是在展現 而不是說 展現 那個展現 是不是能夠被另外一個 對象知覺到 是另一個問題 對 就好像說 我不一定知道說 你可能暫時不好 但是 我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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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覺到 但是不影響 你有在展現 所以展現的可能性 對 而不是說 展現他一定要有一個人 接受到 才算他存在 似乎 剛剛友榮講的意思 不是這個意思 這樣 我理解 我聽起來是這個意思 喔 那個聲音 好 所以是妳在OK 剛剛是 類似裡流的 對 太近 所以我想問一下 所以 意思是說 都是同一個主題嗎 比如說 現在的我 是我的腦袋關裡面在想 所以代表 我自己存在 但是我沒有辦法 跟他人產生 比如說 他現在說話 所以 我看到了 我介紹到 我才認定他存在 所以 不是兩個主題之間的問題 而是一個主題 他自己產生想法 所以他存在 對 但是我們這個 等一下再講 晚一點講 其實現在他在定義存在 是什麼東西 所以 所以 我不是在定義我在 我們在定義存在 是什麼概念 然後 剛剛 所以剛剛 有順便回答到 剛剛那個 動力波 還是什麼東東 什麼東東波 重力波 重力波 重點在於 他的 就是 可能展現出來的 的可能性 而不是他是不是已經 展現出來 是不是已經被別人 接受到 被別人看到 或被別人當作 認知的對象 因為 你反觀哲學史 或是科學史都好 就是 很多 很多的 事物 成為 科學的研究的 或是 認知的對象 都是很 很近代以後的事情 對 所以他其實在講的是 可能性 他展現出來的可能性 而且展現本身不一定是 感官經驗的 對 好 呃 我的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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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顧 所以剛剛講說 顧 是錯意 好 我們先講 那個 所以你認為 應該是我 私為即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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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 我現在沒有我 因為他 他其實那個 我是偷入的 他沒有辦法證明 我到底是什麼 我現在沒有講清楚 為什麼 你為什麼就要把 那個文獻拿出來看 等一下 我閃一下 我等一下閃一下 好好好 我們現在討論就是 這個畫我的 畫我的 的人 我覺得這題 太奇妙了 就他前面都猜對了 這是誰的 人淵 人淵是誰 好 來 你有什麼畫的那個 他畫這個 他畫這個 我自己個人指自己 我是覺得說 那個 我的概念 這個行程 是必須要有一個自我的意識 要有一個反思的能力 他才會有我的概念 才能成為可能 那他 能夠比較代表說 我有自我反思的能力 的觀念 是自己會比較好 所以人家會比較好動 所以就是一個 反思的整體 讓我意識到 我會出自然的錯誤 才可以 所以現在個人也很順利的菜錯誤 然後也畫了一個 完全一樣 大家對我的理解都還滿一致的 感覺 然後 所以也看了很順利的菜錯誤 再來 兩個 一個不夠 一個 還是菜錯誤 這還滿厲害的 然後接下來就很詭異 好 這是誰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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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你可以解釋一下我怎麼畫這樣 沒有 因為我就覺得就是 就對自己來說 就你是自己一個人這樣子 然後其他人就是其他人 對 就是我的概念 其實就是要區分 以為是其他人 OK 但是 一個跟別人完全不一樣的人 也可能是被鼓勵在外面的 白羊裡面的很一樣 好 所以大家到底在說什麼呢 領導 別人說領導 好 所以其實大家對我的構想都還滿一致 就是一個反 就是一個反生的概念 當然你剛剛講的其實是對的 就是 我會有我的概念的時候 當然我會知道說 所以我跟其他東西是不一樣的 像會有我的概念 對 那 所以你想好了嗎 對 好 簡單來講就是我好像還包回來一個身體 好像就是有一個 就是靈肉之類的東西 可是 靈重是什麼 靈肉 對啊 可是我 我有這個 我的腳 我的手 但是 一開始我說我是過在的時候 他就直接證明了 這個肉體真的存在嗎 你怎麼能夠證明啊 你看見他 他不見得是真的是 你能夠證明這個思想存在 你不能夠偷渡那個 簡單的講 可能現在大概是這樣 但迪塔爾完全跟你 完全贊同你的說法 因為我是沒有身體的 欸 他是 我是可以沒有身體 對他來講 我是沒有身體的 所以應該那個我就要曲解的意思 應該是思維 因為曲解是跟正的意思 會跟精準的話 就是思維即載 但是思維就沒有我啊 你會是 還是要是我的思維 那我到底是什麼東西 沒有 這是下一題 到底是什麼呢 所以 到底是什麼呢 結果我這麼好猜 結果我覺得非常難解釋 好 呃 等一下 所以 你還是沒有講說 為什麼這個字要翻成極 思維即載 為什麼是極 因為我覺得沒有關係 所以極的意思是畫上等號嗎 對 就直接同時 他們就跟剛剛講的 是等號的意思是一樣的 那思維為什麼會跟正在畫上等號 就 你思維 你沒有辦法 你實在說 欸思維我現在又存在 又繞一個圈 因為思維的當下 他就是 已經證明了他自己 那就是 所以你一直是證明的 對 我正在 我正在說話的同時 是同時 我就存在了 而不是 我正在說話 所以我還要反過來說 我現在存在 所以你一直是證明的 不是證明的 就不是一個 英國關係 對 他 對 他說沒有錯 我是過戰的故 不是英國關係 但故其實在中文裡面 是有其他解釋的 有那中文系的 那個故有沒有其他的解釋 除了英國關係之外 就 蛤 什麼 有很多解釋 對阿 新容 新容 舊人 什麼東西 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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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舊 喔 沒有邏輯 邏輯的連結詞 以那個連結詞來講好 通常都是所以 通常都是所以 所以 所以會不會跟英國關係關係 好 會阿 會阿 會嗎 因為你要前面要先講英味阿 後面才會所以 但英國跟英文所以不一樣嗎 好 這個那我就不知道了 有沒有人可以 有沒有人可以去 來 比較簡單的是那個 要 我是要 那個要就是條件 就是我在 或者是需要 那個虛 虛 所以那個故應該是要 或者是虛 我思考 需要我存在 或者我思考 要我存在 為什麼 因為你覺得 需要身體才可以思考 需要腦才可以思考 呃 主要是在那個 我 我在 主要那個是我 就是 思考這件事情 必然是要 有一個我 我的實力 比如說 鸚鵡 比如說一隻鸚鵡 你在跟一隻鸚鵡 說我愛你 但是鸚鵡也回到我說 我愛你 他有一個實體 但是 迪卡爾 會認為這隻鸚鵡 他是沒有 沒有 沒有心靈的 所以他那個 他當 鸚鵡在回到我愛你 他只認為 他就像 那隻鸚鵡就像 錄音機一樣 他是沒有 他缺乏那個我的 所以他只是一個 投射 就是 但是 如果你剛剛講說 這句話應該要寫成 我是 需要 我 存在 也就是說 你一定要我存在了以後 我才會思考 這件事情 但鸚鵡不存在嗎 這就是 有剛才指導的 我是 顧你在 或者是 我是 顧鸚鵡在 而不是 我是 顧我在 但是 但是變成說 你剛才自身的經驗就是 我看到鸚鵡存在 那畢竟是你認為那是鸚鵡存在的 是 沒有錯啊 對 OK 因為 現在是幾個 我們時間非常的 超過 所以我們一定要 立刻 因為 所以跟英國其實是兩個 不一樣的概念 我們通常 不管在社會學 或是什麼學上面 在講英國概念的時候 是 A產生 B這件事情 照英國概念 但是因為 所以卻有前見 它是一個內涵的關係 就是 它有一個條件 然後後面有發生這件事情 所以 這兩個東西是不一樣的 呃 這句話的翻譯 其實沒有太大的問題 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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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丁文翻譯 很準確的 所以迪卡爾 他其實就是要講 我是 而不是只有思維而已 因為拉丁文 他其實是一個 不需要著述的語言 就是 他在講我是的時候 他不喜歡寫我 因為動詞的變化 就是跟你講說 這個人是我 我在思考的這件事情 所以 他 這句話的翻譯 是沒有問題的 我是或我在 為什麼一定要我 剛剛就涉及到說 欸為什麼 一定要 一定要是我 好 欸對 這個東西剛剛好就 那個 回復了 好 就是 我是誰 我是誰 好我是 對 我是幽兒 對 當我問 一個人問自己說 我是誰 的時候 你自己怎麼回答 你幫我隨便選一個人 好 好像是沒有時間了 好 但這樣不好問 好吧 我直接用這樣子就好 我是誰 迪卡爾 我認為說 我就是我的身體 因為身體會改變 頭髮出量會改變 身上的細胞會改變 膚色會改變 比如說我都會曬黑了 然後 所以他不會用身體來講說 這就是 這就是我 因為他瞬息萬變 而且你 不小心斷你隻手 斷你隻腳 或是燒刺 是不是你 就 我這個人 就不存在 我不是在講說 我 作為一個 有身體的 這個狀態 而是 我 叫做 會把它定義為 或是認同 作為我自己 的 的那個東西 就是為什麼 對於 迪卡爾來講 我 會等於 我的思想 但是思想 不是在於 剛剛 剛剛已經解釋過了很多遍 就不是只有在思考 思考演出的事情 都有思想 呃 所以為什麼要講 我是過的 跳回去 好 為什麼一定要我 在那邊思考 因為 因為迪卡爾 我們從剛剛在那邊講說 欸 感官經驗會騙人啊 什麼東西 提卡爾最著名的一個方法 就是懷疑 就是他 他認為說懷疑一個 呃 在做一個研究 你在對一個 對象做 做做做討論跟研究的時候 你要開始懷疑 把所有 成見 大家認為理所當然的東西 開始揚起在旁邊 所以 他會開始懷疑經驗 然後發現 經驗有他出錯的時候 所以經驗不可靠 好 那 理性的知識可不可靠 理性知識好像也有可能 因為 因為公理的改變 而改變 所以對他來講 好像也還不夠可靠 那 到底有什麼東西是 沒有辦法被挑戰的 沒有辦法被懷疑的 那 他說的時候 啊 我要懷疑的時候 那至少要有一個 有一個人在懷疑 有一個我在懷疑 我作為思考 我是懷疑這個動作的主體 主持的時候 要出戰 對 這個東西對他來講 是 是這樣演變過來的 所以他才會講 我是過戰 所以我是過戰 到底 到底 到底有什麼意思 他是講說 我在進行思考 思想行動 這個 這個行動的時候 會產生出思想 也就是他從名詞 變成動詞 你的思想 會指射出一些內容來 這些內容 是你的存在的展現 但你的存在 既然展現出來的時候 這些思想 抑止的就是你存在 這樣有聽懂嗎 我們剛剛講說 存在是展現出來 好我今天開始想 說 我這個人 對我來講 我認為 哲學很重要 哲學教育很重要 伴獎座很重要 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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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我的思想 展現在大家面前的時候 大家會說 啊 孫永榮我們就是那一個 絕對 哲學很重要 哲學教育很重要 絕對 要捐錢給 哲學心肺體很重要 對那個人 對 對 所以快要結束了 啊 等一下 還沒講 對不起 等一下 所以每一個人定義我的方式 等於說 我展現在大家面前的時候 或是每一個人在說 我指射 自我指射 好 大家都猜得非常精準 對 的時候 其實 他在講的東西是 你在做 你等你所展現出來 不管是透過行動 不管是透過預言 不管是透過書寫 繪畫 所有的行動 展現出來 你的存在狀態的時候 這個東西 你然後 而且你還認可說 啊這些有這些信念 然後有這個 我就是這樣想事情的 就像 每一個人寫 簽名的時候 不是有自己的風格嗎 所以我們可以看一下自己 就知道 這是誰 他是同樣的道理 當你認可說 欸這個想出來的這些東西 我就是相信這些東西 我就是相信 在台灣跟於哲學教育 這件事情很重要的 這個人 的時候 我認同這件事情的時候 他讓我知道說 有一個反分性 這個東西是我 那個界限 哪個界限 那個界限是腦袋 腦袋 什麼東西跟什麼的界限 這界限是我的界限 什麼跟什麼的界限 你要怎麼去上 自己跟 對,剛好在談 那個界限在哪 這個界限就是 他剛剛講的 你跟別人是不一樣的 而且 你的 你思想的極限 別人是什麼 別人是誰 因為 尤其我 做這一次狀態來 所以你認為所有的人 沒有自己的獨特的性 搞不好 搞不好 所以你要 要講這個 我跟 類伍 還是要有這樣的界限 他可能 就回到 做誰 回到我們 每個地方 他也要去 所以認為 但是 作者以死正 作者以死正 是要講說 作者以死正在講書 就是 來正這樣扯他 就有點遠 基本上他就來講說實體上面的 整體 比如說一本書 或是一個人 作為物體上面的 的 單位 是不 是 是不 不可以 是一種幻覺 也就是說語言整整個 他其實 談起來就像思想一樣 我跟大家 想享有的 所有可以想出來的事情 是共享的 所有東西都是一樣的 只是我 組織排列的方式 跟層級 那件事情對我 比較重要 這件事情跟 所有其他的人 是不一樣的 也就是說 每一個人會有他自己 組織件事情的方式 那在哲學上面去討論 我到底有什麼特別 就是說 我們可能要到 近代哲學會 更深入去討論這個問題 也就是說 比如說一個人 你思想的 可能性的極限 是沒有人可以幫你承端 也就是死亡 就是到你死的程度 你就是 這就 涉及你一個人的問題 死亡 死亡 不是 因為死亡不一定是 肉身上面的消失 而是你 你所有可能性的 終結 你再也不可能展現出 任何存在的樣態了 不管是 物質上的 心理上的 死下了 好 對 所以最後呢 當然還是要回到 歷史上面來跟大家討論一下 為什麼 為什麼高中的歷史科學 為什麼要講迪卡爾 然後 因為迪卡爾 其實跟科學沒有關係 也就是說 迪卡爾通常 在哲學裡面 就會講說 迪卡爾是近代哲學的創始人 但其實他同時也是近代科學的創始人 為什麼 迪卡爾所繼承的 當時的科學 或是整個學 因為當時科學跟哲學 沒有 沒有 科目上面的分間 對 所以 當時他繼承的是 從十六十世紀以來 覺得就是一個很漫長的中世紀 然後 這些人 掌握了知識 掌握了 說什麼東西 探斷什麼東西 規定什麼東西 知識的權利 嗯 這個人是阿奎 那 跟他 以後開發出來的 開發 開展出來的 世靈哲學 也就是 他是以基督教 作為 作為基礎的 一個 一個學派 那 在古代的哲學 或者說 中世紀的 古代的科學 或是中世紀的科學 他其實 研究的對象是物的本質 也就是說 就跟你王陽明 大家聽過的洋王陽明 擱珠子 他說 呃 椅子是什麼 我們就一直開這個片 就說 這是椅子 把所有椅子都找得來 所謂椅子中間的共通點是什麼 好 椅子上面有哪一些性質 是絕對不會變化的 那 當你這樣在討論事情的時候 有幾個 有幾個問題 就是說 呃 重量會改變 椅子的重量會改變 椅子的顏色會改變 椅子的形狀會改變 所以這件事情對於在古代哲學 古代科學裡面就變成不重要 而且是 就偶然的 不被研究的東西 但大家都知道 呃 近代的科學裡面 呃 重量 質量 速度 這些東西都變成是最關鍵的東西 為什麼 因為 從迪卡爾之後 物本身是怎麼樣子 我們不知道 但是我們可以 靠它呈現給我們的現象 來研究物 也就是說 我們在探討物的本質 到底什麼 它那些絕對不變 可以定義它的 實體 到底什麼 我們不在探討這些事情 我們只探討現象內的規律 所以 到後來 就會說 科學研究的東西是 現象內在的法則跟規律 然後 像牛頓 講的那句話 有點忘了 確切的 對 牛頓講的一句話 對 我之前寫過文章 因為有寫 就是說 我們不需要去問說 物本身 其實就是 也康德物自身的概念 是什麼東西 我們科學處理的對象 是現象 也就是 所有 你接收到 你的意識裡面 可以分析 然後 在這個層次上面 物跟其他物之間 才真的 關聯上的 才接上的關係 才產生的關係 也就是說 在古代科學的時候 這個影子 它作為 研究的對象 或是科學認知的對象 跟桌子是完全 一點關係都沒有的 然後 反正他們兩個顏色 都是不重要的 因為會變 重量也是不重要的 所以會變 這就是為什麼 在迪卡爾 我一直過在這句話上面 它其實突破了讓 讓現象或是表針的這個界 跟物的實際存在狀態 區分開來了 然後 讓現象內的經驗 它可以一次收納 所有不一樣的東西 比如桌子人啊 物啊什麼東西 你只要 重量多少 你的掉落的速度有多快 這之間 它有一個規律的時候 它就會有辦法變成資訊的基礎 基本上就是這樣子 好 應該是講話嗎 對 真的 你終於 現在起 40分 對不起 待會大家這麼久 我先謝謝有榮一下 就是 他很努力的想跟大家講說 我是過兒子怎麼又可以 但事實上因為時間有些 所以我們沒有辦法 講得非常的詳盡 待會有問題可以來問我 我最後 一定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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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一定要跟大家 打一下廣告就是 為什麼我們今天要辦這個體驗課子 就是 為了要 為了要 宣傳一下我們這個哲學下移動城堡 這個計畫就是 希望大家 透過群眾募資 讓指揮新媒體去聘哲學人 去高中教哲學 那去什麼高中教哲學呢 就是看那些高中老師有需要的話 他就會來 我們這邊申請 我們就去提供免費的課程給他們 我們最近 第一次的 十二道的申請是 馬祖高中 太申請 所以我們 可能就要去馬祖高中教 今天的桌遊 跟我師父 我在之類 或是看他們老師需要什麼樣的課程 我們都可以做課資話 那 你有時間看影片 我們有提供一些回饋的證明 像明信片 然後它跟一些哲學家有關係 像裝紙 那隻魚嘛 他一直在想說 那隻魚到底會不會快樂 或者是說 我們有 我撕過我在紙膠袋 我們就開發這個紙膠袋 讓大家撕了之後貼下來 貼在你那些 平常沒有在思考的朋友頭上 說你存在一下 然後還有就是 就是悲劇的誕生 李采那本著名的成品作 我們做了一個悲劇的誕生 馬克飛 還有就是 百分之百哲學家T-shirt 就是 我們把哲學家的使用手冊 把它弄在T-shirt上 怎麼樣使用一個哲學家 要好好愛護他 不要餵他吃東西 因為他是稀有動物 然後不要去摸他 或是噴他 怎麼樣保存哲學家 就是問他哲學問題 就是此類的一些搞笑的東西 然後他的背面是有哲學家 在鏡子上 所以你穿這個東西 可以坐公車或坐捷運 一定大家會練給你看 這個是我們的慕之章 那我們為了這個慕之章 我們做了很多活動 包括今天這場 我們講一下 這是我目前的目標是30萬 但是現在是19萬多一點點 然後呢 有110個人贊助 還有10天結束 所以請大家回去 幫我們捐個百塊 刷個卡 很快就結束了 或者是你想要捐大餅 你可以直接找這邊 那個白色衣服的 就是很曉得 我們外界小姐 請他直接匯款給他 或是拿信息給他 讓我們操作 那我們之後的活動 這是之前的台北廠的體驗課程 然後這個是上個禮拜 有榮講他的文化精英的講座 那我們明天會在台北辦一場讀書會 讀《魔女佳麟》這本驚悚小說 其實裡面就是講X-Men的故事 就是那個變種人的故事 然後他怎麼樣因為被霸凌 所以他毀掉了整個小鎮 我們要談論哲學一題是 你有權利去報復霸凌你的人嗎 那個超能力者他的道德的責任 是不是比別人更重 因為你想想看 如果超人抓狂的話 地球就完蛋了 但是他不可以隨便抓狂 好 那還有就是 禮拜天的時候 我們會去台南 在辦一場職場 職場桌遊兼講座的活動 那已經爆米已經爆炸了 最後講的是 8月7號有榮會在台北 在辦 就是講一場 詭辯與辯證 其實我們題目是 辯證與詭辯 但是海報奏返了 不過沒關係 他要談辯證法 然後談說 詭辯跟辯證的差別 然後我們的副標題是 嘴炮跟哲學的界線 因為大家太多人以為 哲學是在嘴炮 在網路上佔別人 就是哲學 那我們要跟他講說 不是這樣子 差很多的 那還有一個是 就是KCT 哲學 沒有講錯 也KCT 哲學 這面工作坊 不是肯德基 好 那這個工作坊 我們其實有我來講一下 就是要講什麼 其實基本上其實是 教大家一些方法 可以很快速的 找到關鍵概念 或是 一個文章裡面 最重要的一個盤的 讓大家在溝通的時候 對 對 這次是我們 為了這個募資活動 搞出來的一大堆的 實體活動 或者是 像買那個 詭辯演變證的門票 就是 我們都會算在那個 募資的收入裡面 好 只有 有興趣的人還有 請 請快上 比不夠 好 那我們最後再講一件事情 這樣的經驗都不是真實的時候 那我該怎麼去 表真 連表我自己都不知道說 這是不是真實的時候 但事實上 思考這個 是包含了所有的 心靈活動嗎 對對對 就是這樣的經驗 這樣的經驗 包含在我們 個人的經驗 所有的經驗裡面 不管是經驗談 或是經驗任何第三 第三方 那包括經驗我自己的時候 那這樣都是不絕對真實的話 那我該怎麼證明 我 那我們能講說 我思考這回事 有這回事嗎 這樣還是成立的嗎 是啊 因為你要 你要講出這句話的時候 你的心靈是有活動的 也就是你有意識的 我回答一下好了 好 這個如果真的一個人高興 有他在想什麼的話 實際上我會 把他放在一個特別的機構 然後穿一個特別的衣服 好 那這個是可能是 錯亂的情況 沒有 重點不在於 你清不清楚 你思考的內容是什麼 而是你有思考 有內容這件事情 也就是說 當我覺得我心情好像不是很好 我心情不是很好 這件事情可能是錯的 但是我覺得我心情不是很好 這件事情 卻是一個事實 他是事實嗎 是 是 是 那這樣的話 是不是所有的經驗 並不全然 都 就是並不全然 是不真實的 他還是有真實的 沒有 那這樣的話 那這樣的話 所有的經驗 就是 在我至少在我經驗 我自己的時候 他是真實的嗎 當然 那迪卡尤雅講的不是說你的經驗都是 全部都是錯的 而是他 反應 實在 但是 對他來講 我們不需要知道 實在的存在狀態是什麼 我們只需要在 所有人的經驗裡面 找出他的規律 而已 好 應該就是說 假的經驗也是存在 沒有外形 不是說只有真的經驗 才能說是存在的經驗 只要你有經驗 不管他真的假 他都是展現在你思維裡面的活動 那你可以懷疑說 這些活動 全部都是假的 沒關係 但你唯一不能懷疑的事情就是 你正在懷疑 不管你用什麼方式懷疑 是 對 你就是沒有辦法懷疑 在懷疑這件事 所以你一定存在 所以我懷疑 故 我一定存在 他是展現 我覺得一個關鍵是 我懷疑這件事情 本身是一個 存在的展現 所以他 我不太確定 對啦 就是說 你可以說 你可以有一切假的經驗都沒關係 你可以問一下 那一定要有一個主體去經驗 那天假的經驗 沒有重點不在於你的經驗 到底是真的還是假的 而且裡面的規律是不會變的 你今天 你就算是夢到 比如說一個東西從上面掉下來 它 這個東西會掉下來的這件事情 和所有在你 所謂真的經驗裡面 或是一樣的 你的經驗是有規律的 然後用規律 用在這些規律裡面 我們可以去區別說 原來 所以現在在想像 因為你想像出來 因為你所說的這些規律 跟其他的規律 是不一樣的 你現在正在做夢 因為你在做夢的時段 這一些思維之間的規律 跟你醒來之間 是不一樣的 它其實是用一個 你經驗內在的關係 去區隔說 你的經驗現在到底是一個 什麼樣的狀態 而不是在講說 它到底是真的還是假的 或是假的 就不重要 重點就是在於假的 還是很重要 我理解 謝謝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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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今天就是時間上的關係 還是必須要把這個活動先打住 那我們再一次感謝他們三位 好不好 謝謝老師 謝謝老師 好 然後不要忘記了 去Flying V嘛 對不對 Flying V 哲學家的移動懲罰 好不好 拜託贊助一下 下個禮拜就要截辭了 拜託大家好好贊助一下 如果你覺得今天這麼棒的課程 應該要在全台灣各地都應該要有 那請你就是 是不是可以 我們告訴你的好朋友 或是你覺得很棒 你覺得現在我還比較沒有再賺錢 請告訴你身邊有在賺錢 請他們好好支持這個活動 好不好 那我下個禮拜 我先預告一下 我們下個禮拜的哲誤 我們這個禮拜比較正常 我們真的是哲學星期五 下禮拜要回到社運星期五 好 下禮拜我們要討論一個主題 8月1號 蔡英文總統要到什麼欠呢 我們下禮拜要來談 原住民的轉型正義問題 所以下禮拜 轉型正義其實也是一個很深的一個題目 下禮拜我們會請原住民青年陣線嗎 他們會來做一些分享 關於原住民的轉型正義 歡迎大家 下禮拜 我們下禮拜回到原來時間 七點半到九點半 所以我歡迎 如果對於原住民或轉型正義議題有興趣 下禮拜七點半 一樣在想想的空間跟大家見面 好 那我們今天到這邊 然後也請贊助一下我們哲學星期五 我們後面也有這個捐款一下 今天大家三位講師了這個 回台北的交通費就靠你們了 好 謝謝 謝謝 謝謝